人要有梦想,才能有前进的动力,如果没有梦想,那么你的人生就没有方向,梦想,是人生前行的指路灯,梦想,是对美好未来的憧憬,梦想,是成功后的满足,一辈子,总要为自己的梦想拼搏一次,把梦想亮出来。 不要封存梦想,朝着你喜欢的方向前进,自己选择的路,跪着也要走完梦想,梦想是人对美好事物的憧憬与向往,梦想,是深藏在我们心中的秘密,是我们内心最强烈的渴望,梦想,是人生的正能量,它能点燃人生的希望,趁着我们年轻,把握好自己的人生行标,不要总是沉浸在风花雪月中。 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去谱写自己的青春,让它更加全力独裁,我们因为拥有青春而幸福快乐,不要给自己留下太多的遗憾,不要等到失去的时候才懂得珍惜。 生活不会像你许诺什么,尤其不会像你许诺成功,它只会给你挣扎,痛苦和煎熬的过程,所以要给自己一个梦想。 只后朝着那个方向前进,如果没有梦想,生命也就毫无意义,几会是留给努力奋斗的人的,有谁的幸运,凭空而来,只有当你足够努力,你才会足够幸运。 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,时光不会怠慢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,走出第一步,下一步就变得简单,想做的事,就在今天做吧。 不要让未来的自己遗憾,在这个世界上,只有摆脱自卑和抑郁,正确认识自己的价值,对自己充满自信,就能轻松的面对一切。 要想获得财富和幸福,必须具备与之相应的个性因素。 简而言之,你希望生命中出现彩虹,就必须接受雨水的洗礼,你想获得人生的金子,就必须逃进生活中的杀朔。 努力的意义是为了看到更大的世界,是为了自由的选择人生,是为了变成自己喜欢的样子,趁年轻去吃苦,去拼搏,等年老时,回忆里满是骄傲,这是别人给不了你的。 做任何事情都应该顺应实施,不可以唯被规律强求,所有的人都渴望成功,但是成功并不适合人的意志来决定的,而是有着自身的规律,这种规律是不可拟的。 人们无法主观的改变此规律,只有符合这个规律,满足其所有条件,改变人生的命运,这才有可能取得成功。 市场经济时代,人们对财富的追逐,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,尤其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,和国家高度繁荣的时代,你不变,时代在变,你不变,环境在变,你不变,市场在变,你不变,对手在变,时代的脚步不管你接受不接受都要到来,无需你同意,也不用跟你商量,该来的总是会来, 因为赚钱商机无处不在,关键看您的心是否细致,看您的眼光是否独到,我要您上百万富翁宝,在机会面前,聪明人永远是抓住机会,绝不放过。 当我们还在用传统的思维苦苦经营,别人已经开始了用互联网加大数据,加移动互联网家的思维在赚钱了。 改变思维模式是当下所有人需要学习的,互联网家的时代来临,你还在选择停留过去吗? 还是选择快速学习互联网,掌握互联网趋势。 按照中国互联网的发展速度,未来几年,许多的传统行业都将重建,传统企业都将转型升级每个人都想赚钱。 但是又不知道如何下手,如何选择,没有方向。 下面看看马云说,2018年最赚钱的报复行业互联网,全球分享经济成快速发展态势,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新路子。 通过分享,协作方式,搞创业创新,门槛更低,成本更小,速度更快,这有利于拓展我国分享经济的新领域, 让更多的人才遇见来,是收入分配模式的创新。 千千万万人靠创业赚钱,当前,我国的分享经济,正从交通出行和住宿领域,拓展到个人消费的多个细分领域, 同时企业端市场也正在逐渐成型,可以预见,这场已经影响了数亿人的分享经济风潮, 有助于中国经济实现动力转换,把服务业变成经济增长的主引擎。 在发展时间方面,分享经济在全球范围内,于2008年前后开始快速发展, 2011年到2014年出现井喷,目前仍保持着稳步增长的态势。 分享经济在我国的发展满于海外,随着2010年中国智能手机和O2O普及, 许多分享经济企业,于2011年前后开始创建,历经几年发展,从2014年开始爆发, 目前处于分享经济发展的黄金期。 2014年的数据显示,中央群体中81%的美国人,认同分享模式的经济效用。 76%的人认为分享有利于环保,分享性价值观已经逐渐渗入人心并成为主流。 从参与分享经济的人口规模来看,我国是英美两国之和的两倍,总规模近3亿人, 从分享经济参与者,占总人口比重来看。 中国只有22%,低于英国和美国,远远不及加拿大的39%。 总的来说,相比于发展较为领先的英美等国家,中国的分享经济仍处在新生期,上有很大的提升和发展空间。 伴随着分享经济的普及,大量的临时性工作需求,实现了供需匹配。 通过众帮们,维克等等平台,活跃在互联网上,私人大出,私人外交,私人代夫等,快速地吸引人们来到这个新世界开疆拓图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